大家好 这两天我们又做了一批辣酱 这马上年终了 快递也快停了 这也是我们 最后一次做 辣酱了 这两天做了四种 有这个 外博菜的 还有黄豆辣酱 鱼香辣酱 还有这个梅豆腐 这个梅豆腐是上个月做的 因为我们做了之后 刚做的这批 一般是不会卖的 要换个时间才不会卖 不然的话它不入味 这装罐在里面有二多天了 里面的梅豆腐应该比较入味的 也软了一点 比较软的 好吃一点 如果有机会的话 放到明天吃的话 味道估计更好了 在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这次这些辣酱 我打算送吧 买两瓶送一瓶 你们要送什么 我就给大家送什么 送什么你们说了算 比如说你买两瓶鱼虾子 想要我送一瓶 这个美豆腐 也行 送别的也行 送完为止 这四种辣酱加起来有五百多瓶 这次的话我打算全部送上去 等我媳妇他们来了 就开始装罐了 把昨天做的那个鱼虾辣酱先装起来 你别说说我是谁 这个顶级厨师长 比庞爷还牛的 牛 牛 哈哈哈 一本正经的都是 都是除神级别的 高帽子 老公像这么开心 这回来笑一下 哈哈哈 洗洗洗洗洗 这还得走啊 还得泡起来 现在装完了 接下来就打包了 啊 走吧 这你捞这么多虾 咱打包回家 你是不是给别人装罐子 虾都没装进去什么 全部被自己留在吃了 你现在都捞不起来 去烧烤 现在装完了 咱们在搞火 冷不 冷不 那我坐不了 都已经被上造了 我不冷 你干什么 去烧烤 去烧烤 你要吃烧烤啊 烤啥吃啊 烤肉 烤菜 烤鱼 走 晚上请你吃烧烤 真的啊 真的 这样也装得辛苦了 嗯 打包 哎呀呀 哎呀呀 互相取暖 互相取暖 要不你们睡觉去吧 我来干 今天就到这了 开始要忙了 有个三四百瓶吧 应该有 搞完了 带两位女士 去吃大餐的 一年到头也挺辛苦的 吃完今天就没有明天了 明年再吃了 明年再吃了 啥时候做辣酱啥时候吃了 哈哈哈 发生什么 Fangio 吹 我 holder不满 啥